《詞》 各位同學你們好 又是中國文化課程的校園分享時間 今年度我們齊眾宋詞 首先羅老師帶大家欣賞詞這種文學體材 詞本來是專為歌唱而作的 是由詩變化出來 但不是好像詩這樣整整齊齊 而是長短不一 還可以配上音樂歌唱 所以詞又叫曲子或者叫曲子詞 詞在唐代興起 在宋朝盛行 是宋朝的代表文學 詞為歌唱而創作 但是今天很多曲譜已經失傳 未必能夠唱出來 但是讀起來仍然充滿了音樂感 而宋代的文人也都很喜歡寫詞 去表達他們的情感 今年我們齊眾宋詞 就讓我們領略詞句當中的旋律 體會作家的感受 培養這一份的文學素養 今天羅老師就跟大家分享 第一首的宋詞 歐陽修的財桑子 首先請六A班的同學 為我們朗讀這一首的財桑子 財桑子 歐陽修 興州 短罩 西湖好 綠水 歸宜 芳草 長堤 歐陽修 新歌 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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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風 水面 流離 滑 不覺 船移 微動 連衣 驚喜 沙騰 略岸 飛 謝謝六A班的同學 這首詞總共有兩篇 分為上篇和下篇 羅老師今天先跟大家講解上篇 詞人所描寫的是西湖的景色 並非是杭州西湖 亦都不是惠州西湖 而是詠州西湖 詠州西湖就是安徽省的浮陽縣 在詞當中提及 在風景多美的西湖上 擋著小船 見到壁綠的湖水 曲折面長 長堤上面掌滿座荒草 更隱約傳來美妙的樂曲 旋律也都隨著旋翼飄蕩 一種很顏色很寧靜的感覺 今天羅老師就為大家講解到這裡 下一次繼續跟大家講解下篇 和分析整首詞的內容 現在不如跟羅老師一起讀這首詞的上半訣 羅老師讀一次 你們又讀一次 彩桑子 歐陽修 興州短罩西湖好 綠水威宜 芳草長堤 隱隱新歌 處處除 好 我們今天就讀到上半訣這裡 花旗也都請同學好好地去中讀 以及去背了她 跟著就請家長在第22頁那裡 和你們簽署 你們也都好好分享給家人聽 羅老師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繼續去彩桑子的下半訣 多謝各位